历史感应 不媚因果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在佛教《观无量寿经》里面 世尊有教导我们 要修静业三幅 其中第一幅就有 孝养父母 奉侍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这第一幅是 世出世间法中 万得万福之基本准则 而这最基本善行的 第一福中 又以 孝养父母 为所修福德中 之大根大本 最重要的德行 所谓 百善孝为贤 孝道 美德之手 是做人的基础 今天 我们一起看看 南北朝时期的 大将军 吴明彻 是如何因孝道 是如何因孝道 启家的故事 发家孝先行 福音 善为本 南辰名将 吴明彻 南北朝时 有一孝子 叫吴明彻 自通招 秦俊人士 吴明彻 幼年时 父母双亡 成了孤儿 当时家里很穷 都还没能给父母 置办一块像样的坟地 吴明彻 自幼就很孝顺 为了筹措 丧葬费用 他终日 辛勤地 下田耕种 期待 有好的收成 来安葬父母 但这年 偏偏遇上了大汉 何苗 全哭捏了 吴明彻 很伤心 坐在田间 放声痛哭 向老天 诉说家门不幸 他的志诚 感动上苍 几天后 有人从田里 回来告诉他 不知为何 何苗 都奇迹般地活了 吴明彻 不敢相信 亲自下田查看 果然 田间苗家 恢复了生计 秋收时 大获丰收 足够他 安葬父母的费用 那时候 当地 有位著名的 风水师 姓伊 曾告诉 吴明彻的 掌修说 你们安葬那天 如果有人 刚好成白马 追逐小路 经过墓地 那就是这块 风水宝币 发家的征兆 若真如此 那么 家中最小孝子 将来 必能大贵 结果 安葬时 果然 有此吉兆 而 吴明彻 正是 吴家 最小的 儿子 然而 古语 有云 万法 皆空 因果 不空 其实 风水宝帝 是个 有德行的人 所谓 福地 福人居 福人 居福地 如果德行 不够 还要抢占 好风水 难免 祸患 如果有德行 又居福地 往往 能够造福一方 一姓 风水师 对 吴明彻掌 兄所说的 预言 听上去 很玄 事实上 却又是 情理 之中 作为 精灵 无事 出了名 的小孝子 吴明彻 长大之后 有所作为 是必然的 古人 喜欢用 预言的方式 教化 乡民 要 从善 如流 这也是 适应当时的 社会环境 所致 果然 这位 风水先生的话 很快 就应验了 南朝 梁武帝 太清 三年时 吴明彻 三十六岁 当时 南豫州的 最高行政长官 侯景 叛变 叛将 侯景 率大军步步进逼 大梁都城 建康 金南京 这就是南朝 重要的历史事件 侯景之乱 当时的梁武帝 就是在建康城 被围七个月中 蒙难 当时 天下大乱 可谓是 生灵涂炭 此时 吴明彻的 在家乡 南衍州 也闹了 结荒 大家都 没有了 饭吃 只有 吴家的 粮仓 还存有 三万六千斤 粮食 于是 吴明彻 建议 兄长 将 家中的 鱼粮 按乡里 每户人口 平分 镇绩 救人 无数 即将 统一的 中国 盗贼 四起 军阀 混战 可是 人们却对 吴家 崇敬不已 连盗贼 横行 乡里 的时候 都会 远远 避开 吴家 吴明彻的 善行 不仅 保护了 自家 更保护了 邻居 乡里 吴明彻 由于年轻时 辞孝 且救人 无数 后来 官运 亨通 平步 清云 成为南北朝 时期 著名的 大将军 到了 唐宋 时期 皇帝 都不忘 他对 稳定江南 的贡献 遵他为 历代 七十二 名将 之一 从隋唐 开始 吴氏家族 一直是 江苏和 南京地区 具足轻重的 大家族 之一 他们家的宗祠 到现在 还是南京的 一处 旅游景点 一家之兴起 国运之 横通 必然有着 内在的 历史渊源 学历史 说感应 知善恶 明英国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